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豆豆小师弟 今天玩的这个地图叫做 晚上有僵尸 快做陷阱 哎呀嘛 这么简陋的出生地啊 只围了一圈红砖墙啊 咱们还是赶紧来看一下储物箱吧 不会吧 全都是投资物啊 那没啥用啊 那再来看一下这边的吧 啊 这么坑人的呀 全部都是一样的 我的坐纸大大 你也太抠门了吧 搞点好的武器也好啊 这几个提示牌说 零点会有四个boss 然后其他乱七八糟的时间点 会刷新僵尸 哎呀 那得赶紧做陷阱了 这么简陋的地方 不被怪物秒杀才怪呢 嘿嘿 经常看我视频的小伙伴 应该都知道我的套路了吧 没错了 还是老规矩 必须在门口 坐上两层高度的激光网 OKOK 搞定了 现在激光网 也全部都通上电了 啊 不错不错 这样的话 我才比较有安全感一点 然后 咱们在左右这两个地方 各放上一桶岩浆吧 啊 啊 什么情况 这岩浆还不是流动的岩浆啊 完全是近着的 哈哈 哈哈 好神奇啊 我好像是第一次见过耶 现在 我又弄了一些机械臂 然后都伸出去了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在激光网上面的四周走动了 哈哈 站在这上面 怪物打又打不着我们 还可以把他们骗到激光网里面来 真是一举两得呀 那现在 咱们就坐等僵尸的出现吧 怎么等了这么久 僵尸都还没有出现啊 再不出现 我可要生气了 啊啊啊 什么情况 我弄了一个生气的表情 这地图怎么就变颜色了呀 然后 我身上还出现了很炫酷的效果呀 这个是什么效果呢 哇塞哇塞 小伙伴们 有没有看到 这屏幕的左上角 有各种效果呀 那我不是变得很强大了吗 而且 全部都是无限时间的 后面 我等了好久啊 僵尸终于开始出现了 哎哟 居然站在防御墙上 还会被他们打到的呀 嘿嘿 不过你们也就这点能耐吧 我跑到这机械臂上面来 你们肯定就伤害不了我了 看来 这次的僵尸 是从四面八方攻过来的呀 有些还在房子后面出现了 然后 这次的僵尸 长得不是很恐怖啊 长得白白净净的 好像是人类一样 哎呀 累死我了 我打了好长时间啊 打了好几波僵尸了 总算是快把他们清理干净了 哇哇哇 大boss出现了 好像就是一个小屁孩啊 啊啊啊 什么情况 他居然能把我变成鸡的呀 太搞笑了 我身上有穿火箭背包 这只鸡 也能显示穿着火箭背包呀 更搞笑的是 这只鸡 也能飞到天空上来了 哎哟 总算是恢复好了 变成我的微震天了 不过 这些小屁孩boss 好像也不怎么厉害啊 血量就只有一千 比那些普通的僵尸 就多上一倍而已 打完boss 好像也没有什么 其他怪物可以打了吧 好咯 那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留言关注哦